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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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自己没有办法热起来 当然你讲工作上的收入真的是 我可以用四个字 当然有的人很好 但有的人真的是惨不忍睹 就是完全是突然间他们以为 既然来了我可以赚一笔钱了 叮 什么都没有 就好像我这样 两年了什么都没有 听起来就是大家应该要就是 扳自己的十八 扳五亿 什么都要考虑 就是想尽办法 不容易 那配分你的情况呢 那过去这两年 跟以前相比你的歌台少了很多吗 那你自己 或者是你身边其他的艺人朋友 是怎样应对这个情况呢 OK 那我其实呢 大部分我们的歌台 真的也是很惨 少了至少呢百分之五十哦 那今年七月 歌台 线上歌台的话呢 整体来讲也是比去年呢 还要糟糕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们的社区 有一些中秋的活动 或者是国庆的庆典 那也选择呢 用我们歌台艺人 然后一些社区啊 像是UNO 就办了四集哦 四集的线上的欢乐夜 那还有凤山那一区 还有很多很多都是很积极的 在线上呢给居民朋友呢 带来温暖 然后也让他们呢 舒服的安全的在家里呢 欣赏节目 那我本身呢算是 还是很感激啦 因为还有一些主持的节目可以做 可能一个星期可以做四天的主持 已经很感激了 那像很多我身边的同事啊 就是会利用腾出来的时间去上课 提升自己本来已经会的一些技能 像有些他们会美容啊 会美甲啊 然后现在就是提升自己很好的一个时刻 那我本身的话呢也是有点算是转换跑道 可以在线上带货啊 做salesperson 卖海鲜 卖家具用品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是的 储备实力啊 对的时机就可以好好发挥了 对 这要多元化 没错 而且歌台艺人受到影响 像比歌台台主受到的冲击也不小 没错 但是疫情爆发之前 你一年大概可以接到多少场的歌台 那么里面有多少又是中原的歌台呢 那么疫情爆发之后到现在又是怎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差不多一年里面啊 那个中原歌台啊 我可以接到差不多十多场啊 加起来全部都一年里面有二十到二十出场 我也是很辛苦 因为我只是去年搞一下直直播而已 玩飘心智啦 今年也做一场直播啦 我们这个时间啊 淘汰的过程啊 没办法 那洪先生您也提到说你们也有尝试去做直播 那像其实我们也都留意到啊 在过去的像一些 包括我们近期的国庆节啊 还有中秋节啊 都有一些社区活动当中都会有这些线上歌台 那么洪先生您本身刚才尝试说做线上歌台 那做线上歌台的情况怎么样 操作上面会不会有一些困难 当然会有一点哦 第一我们需要的是场地啊 灯光音响 夜队 这些东西我们都有 只是场地配合不到 我们也没办法做 我们要找场地 来配合 那么灵灵姐 我们知道因为在这个 现在的一个情况 那个中元节 其实很多人都要尝试要把它搬到线上 可是对你们来说 其实那个挑战在哪里 你认为明年如果疫情真的顺利可以好转 歌台行业可以很快的在短时间复苏吗 我自己的想法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的 没有这么快 因为呢 在这两年里面呢 歌台是需要整个经济是好的 它就会蓬勃 但是这两年里面 这么多生意人呢 已经受伤了 那已经疲惫了 那他们也需要时间去赚起钱 然后才能够支持歌台 所以我想呢 好快参半吧 我觉得要开放的话也是逐步吧 应该不会这么快的回到像从前一样 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七月歌台的氛围 也希望大家可以度过现在 这个小小的难关和挑战 是的 希望真的可以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好 谢谢三位嘉宾 谢谢三位 谢谢 那其实呢 部长在刚刚结束的 跨部门抗议工作小组的记者 会上也透露了 政府将在符合安全管理措施的情况下 允许最多三十人参加中元节的喊标活动 别走开 稍后的节目还邀请了传染病专科医生 为您进一步的分析本地冠病疫情的最新状况